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冠 赞有赞向 坐有坐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是在不知不觉间 如果我们养成一些习惯以后 这个习惯不知不觉中 长期的就会腐蚀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 所以做我们一天中 做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长 所以一定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坐向 那这个坐向不只是人家看到你而已 你自己也要有那样的一个自觉 就是说我这几点到底有没有符合 第一个在腰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以靠的 脚有没有平时的踩在地上 不是悬空的 不是半空中挂在那个位置的 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基石 在这里有一个基础的时候 这个力道都能够很均匀地散步分解掉 不至于让腰直接去承受 然后腰又有一个靠东西可以靠住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 它能够分忧解了 它不是让它单独去承受 那个戚风苦雨 我们腰椎背就比较不会痛 除了这个我们自己要先 印象中 身体的印象中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另外还要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情形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这个地方 膝关节意思就是大腿这个位置 大腿骨跟小腿这个位置 膝关节尽量要呈现大概是90度左右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脚弄得很高 这个120 130度左右 甚至于150度左右的这种情形的时候 这个显然这个力道会增加很多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的时候要注意脚 注意腰 注意膝盖 膝盖背后的关节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关节让它呈现 大概是差不多90度左右的情形 另外大家比较会忽略的地方 因为我们手常常是在键盘上面 所以这个手肘 手臂跟我们上臂的这个距离 这个要90度大概很困难 就是要比90度高一点 它100多度的这个状况 让这个肩膀这个关节 也不至于受力很大的情形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很自然的看着前方的这个荧幕 它是一个平视 而不是下垂或者是往上仰的这个情形的时候 对颈椎的这个受力会减少 所以我们坐着不只是考虑到腰椎的情形 也要靠考虑到颈椎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你看趴得太高 这个显然对我们的肩膀会不舒服 那你的视角就会发生问题的结果 我们颈椎会受力啊 所以坐的时间既然那么长 一定要注意 所以很贵的那些椅子啊 它甚至于连这个地方都会让你有靠着 然后脖子让你固定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些就会让它的一个受力减少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反省一下 想一下自己的坐姿到底是OK不OK 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世界的人物坐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了解 你看翘着脚 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很好的状况 最好还是两脚实际上踏着那个地 然后身体稍微有点往前 表达出那一份的一个尊敬的意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